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收藏家以及徐家里面的一些特有的东西做成一个展览 让我们这些爱好布袋戏以及的追求传统 我们这个雕刻的这些朋友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活动会一直到3月17号来做结束 那徐老师一生可以说从我们的这个布偶一直到金工戏 一直到我们后来的电视甚至到了这个电影 那这一些经历他都经历过 所以可以说是在我们布袋戏里面的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欢迎大家即日起一直到3月17号来我们美术馆一楼来看他的这个杰作 这次主要的就是初衷就是想要纪念就是徐师傅 缅怀徐师傅这样 因为他在台湾为那个布袋戏文化贡献良多 那希望借由这次的展览来让大家亲就是可以亲自目睹 那徐大师的那个风采对 那以前往往以前都是在萤幕才能看得到徐师傅的作品 或者在精品店 那这次只要在我们的那个彰化美术馆 就可以进去参考就是可以观赏到我们徐师傅的作品这样 那做他的蜂子很特殊啦 你看他的蜂子在台湾在看我们在看是这样 他的蜂子你看十千就一定会大小平 我们的大小平喔 你去看十千蜂子都会大小平啦 但是架架头特别好看 架架头很完整 所以他的这个粉 你如果架架头很漂亮 很绵的 所以这次比收藏我们的十年 我那时候没有缺帮人的缺帮人的都逼迫了 他那里面有很多年的那些手里 那很多用那一年都逼迫了 因为冯主任要缺帮水门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爸爸说 你要缺帮一个年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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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的 工作人员 所以他过早就是三 就是十一倍啦 那就是叫做高生啦 那年轻的 他说要年轻的比一比的 那一只年轻的 然后我很小嘛 他国小大概三年级吧 那来就说 從你儿子来 致上你儿子来 在做你儿子去看的 那大家都说 所以我们是看 那一只儿子轻的 所以就看我轻的 其实就是 他当我爸爸说 他要年轻的 所以产生说 实验文是看我刻出来的 许炳源艺师出生于1935年 在2022年此事 享受88岁 彰化县政府于2018年登陆为 传统工艺 我头制作保存者 雕刻作品栩栩如生 是台湾集聚代表性的 我头雕刻师 本次展出作品包含大家熟知的 实验文 青阳子 藏镜人等 历年来的精彩角色 欢迎艺术童浩前来欣赏 许炳源艺师 幕后一甲子的精湛的雕刻技术 欢迎大家 一日期到三月十七号 来美術館 来看我书严文 跟我们前的兄弟姊妹 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回会 让你们过去看 报题的感觉 让你们回来 最重要这就是要来 计量我们的许炳源老师 欢迎大家哦 公益频道林义俊 张化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